10月底暗影格鬥迎來了新的改版1.22版本 在這個版本中推出了一個新活動叫做《隱藏寶藏》 而在這次活動中官方也推出了最新的一把武器 三節棍 所以我們來了 首先來說說我對三節棍的看法 我認為它是這個版本數一數二強的荒草武器 在面對許多武器的時候 它會有非常強大的長度優勢 以及速度上的優勢 但是相對來講它在攻擊上面 如果你太過不小心的話 就會容易露出許多破綻 給對手機會 整體來說如果你相當熟練的話 它的強度絕對有T0的水準 那我們就馬上來一虧三節棍的全貌吧 我真的覺得黃超有些武器的抬掌動作像是在做瑜伽一樣 而且還會因為這些動作出現BUG 真的有夠詭異的 那我們來看到招式組合 重點是連續攻擊 共分四階 攻擊數分別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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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看到下部攻擊 共分兩階 攻擊數分別是1 1 再來看到上部攻擊 共分兩階 攻擊數分別是1 1 然後來看到旋轉攻擊 共分兩階 攻擊數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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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來看到重擊 共一階 攻擊數為2 再來看到5行 接著來這邊我們就來討論一下有關三節棍的各個攻擊方式 它在速度上的表現 還有我會認為在什麼時機使用它比較合適 首先,正拳、上拳、後拳、重拳 這次的攻擊方式可以說是動作上比較快的 那下拳的動作應該算是相當慢 確認完各個攻擊的速度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來確認三節棍各個攻擊的第一階段的有效範圍 首先是正拳 它的攻擊範圍會在玩家前方的短距離 此外是腹部位置 也就是頭部跟腳部基本上是不會被涵蓋到的 上拳跟重拳的涵蓋範圍都是前方的一整面 是非常廣泛的一個範圍 而且距離其實都不算短 對,算是中等到長距離之間 那後拳則是攻擊在我們玩家前方腳部位 非常近距離的位置 最後那下拳呢 是玩家前方腳部位 欸,非常長距離的一個攻擊 那確認完攻擊距離跟攻擊速度之後呢 我們最後面來確認三節棍各個攻擊的突進能力 那邊剛剛確認攻擊範圍一樣 是以各個攻擊的一階段來做標準 首先正拳它的推進能力是低的 而且剛攻擊完之後其實是會往後退的 所以你可以說這是負的也沒關係 然後上拳跟重拳是基本上原地不動 那後拳跟正拳一樣是往後退的 所以我們下拳則是往前推進非常多的 那現在我們有了前面三個要素的資訊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做總結 各個攻擊他們在什麼時候會被需要 上拳跟重拳在搶速度方面會有非常棒的一個表現 可是在將對手推開之餘呢 是沒有追上去的這個動作 所以可能在一段攻擊之後呢 你可以出現欸,下一次攻擊 命中不到對手的一個窘境 那後拳則是用在你確認對手要對你做進犯的時候 可以做一個反手一波 那在角落的時候也可以有相當不錯的表現 下拳呢,雖然他突進很強 但是因為他的出招速度相對也比較慢 所以如果你乾脆用這招來想當成一個穩定的舒適手法 可能就會吃別 所以下拳對我來講比較像是 對對手的一個遠程武器的一個punishment 當然結合他突進強跟守藏這兩點 你也可以得出倒地追擊使用下拳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這個結論 那最後面正拳到底能幹什麼呢?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正拳能幹什麼 我相信各位有玩過三結棍應該都注意到了 三結棍的重拳的傷害 相對來說是高於其他攻擊方式的 那此外呢,重拳的兩下 欸,其實都有很高的機力朝頭部去招呼 那我們都知道了 在暗影之后三,如果你頭盔跟盔甲的戰力是同等階級的話 那你的頭盔防禦率會相對比較弱 那比較高傷害的攻擊方式去朝比較脆弱的部位 如果要去做針對式的攻擊的話 我們的速出能力就會獲得一個對月性的低分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在攻擊的時候 盡可能的去找到機會使用重拳 不論你要透過背刺去觸發 還是前進無法格擋之類的 都可以 接下來我們來討論我們使用三結棍的時候 開場通常會使用什麼方式來做 呃,手機的一個嘗試 那我個人會非常建議各位在開場直接就使用重拳下去 第一,剛剛說過了 嗯,重拳會是我們的主要輸出手段 所以如果有機會我們就盡可能去使用重拳 來做一個嘗試 第二,重拳在出手的速度是相當快的 也就是在開場大家在相同時機出手的狀況下 你使用重拳的勝出機率是比較高的 第三,我們重拳的出手長度 欸,其實是能夠到多數敵人的開場位置的 那如果敵人離你真的非常非常近 你的重拳可能第一下就沒辦法朝頭部招呼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把這一次使用重拳的機會移到下一次 那麼這時候開場使用的攻擊方式 我們就會選擇使用上拳 那上拳也跟重拳一樣 在使用上速度是相當快 而且在攻擊的時候那個手長其實也是足夠的 那你可能會想問說 如果距離非常近的情況下 我們是不是也能選擇只用正拳跟後拳 因為我前面有說了 欸,正拳跟後拳其實速度也是相當快的 那我當然個人是不推薦的 因為後拳手真的非常非常短 除非對手是直接給你貼著在給你做開場準備的 那那那那那那那也是挺有意思的啦 或者是對手開場就對你做一個非常激進的一個動作 當然這就要賭運氣了 那我我個人不喜歡賭運氣 所以這個我不推薦 至於不推薦正拳的原因 待會我會跟各位做解釋 但是這裡就稍作保留 那最後面我們來看到這個武器的暗影技能 旋風 這個暗影技能說實話 相當尷尬 為什麼會這麼說 他起手很快? 是的,他起手很快 但也就僅止於此 他速度快 但是他能製造的傷害 第一不多 第二 他沒辦法擊倒對手 第一下命中的時候 他就會把對手捲起來 那他第一下其實就已經算擊倒對手了 那第二下就會把對手再打起來 那你不要想說我只要離開第一下 命中第二下就可以擊倒對手 並不會 第二下只會造成擊退 在使用旋風之後 其實狀況就變得很尷尬 雙方基本上會是在同樣的時間 回復到可以行動的狀態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再使用 下一個一般的攻擊方式 你可能就要承擔風險 那如果你要使用下一個暗影技能的話 你就要選擇一個能夠順發的暗影技能 而且手還要夠長 可以夠到對手 那整體來說對我來講 旋風就是一個投資暴手率不高的暗影技能 前任說了 三節櫃的開場動作是會造成Bug的 其Bug就是開場使用正拳 或上拳的時候位置會發生位移 同樣的Bug也出現在關刀上面 所以我非常不建議開場使用正拳 因為非常可能因為Bug的瞬間移動 導致你的第二下沒接上 竟然導致整個攻勢 對整個被反轉過來 你說這局會變成這樣 是我自作自受 別收笑了好不好 這是Negi機器在搞我啊 你各位有沒有搞清楚啊 當然有時候也會因為這個Bug得救就是了啦 呵呵 好 雖然前面這個例子有很大一部分 是因為我在搞笑才會出現這種狀況 但實際上我想說的是 這個Bug會導致你在開場 有非常多不穩定因素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還是希望把這種不穩定因素給消除掉 前面有提到的重拳會把對手推遠 那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推遠 然後嘗試去Bug的對手使出遠程武器 進而使用下拳去懲罰對手 主竹出方式是使用重拳 所以我們會想要找到穩定可以觸發重拳的方式 方式1 過肩摔中梯觸發被刺 方式2 觸發短倒地追擊後使用重拳 可以觸發極力無法格擋 下拳是3級的功能安全的角落神器 下拳1級的可把對手推進角落間 可一H5 而且不能刺 Kauf ndo下拳2級的速度 取出過程 此外下拳1級§ 也把對手推進角落後直接摔 旋風把對手推進角落後可以直接摔 旋風把對手推進腳落後直接摔 1級的朋友把對手推進角落後直接摔 劍風在捲擊敵人的奈伊奇亞是傷害維銘的一次攻擊 他會算在連擊之中,此外也會吃掉黃巢的連擊增傷吧 現在來看到特別招式,正風 共分三接,攻擊數分別是1、2、1 你可以看到正風是一個手相當長的攻擊方式 命中部位是腹部、腹筋,不包括頭部、腳部、頸線、腹部 他的追擊能力也是非常棒的 正風的第二接,側翻那段,途徑是非常強的 這邊分享一個很蠢的事情 我之前一直以為正風二接是側翻過去用腳去踢人 結果其實不是,是用三接棍在地板上,這邊轉圈圈來打的 我後來知道之後我真的是... Oh my god, what the fuck is this? 這邊說一下,正風三接打滿之後可以直接接上拳或中拳 距離上是沒問題的,但不能直接接正拳 不過如果你想要使用正風,然後直接接正拳 其實也相當簡單 你只要使用正風到二接的時候使用反向拉斷 拉斷之後直接用正拳就可以直接接上囉 那總的來說,我認為三接棍是一個非常強的一把武器 他跟7.2章推出的複而闊就一樣 許多的攻擊招式在使用上是完全沒有壓力的 在攻擊上面就算被格擋了,基本上也都不會被摔 那就算有人想利用格擋之後來懲罰你 有時候反而還會因為他超級短的後搖,反被懲罰 不管是複而闊盡也好,三接棍也好 最近出的這幾把荒草武器,真的長度都是數一數二的 那這次皮靈機差不多就到這裡做一個段落了 接下來是我用三接棍幹翻捷特他們的一個影片 各位可以欣賞一下,那我們下一期皮靈機再見,掰掰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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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一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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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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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 bah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好 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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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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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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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